大家好,我是小伙似的,本期大怪观战,目前S1使徒武器啊,武器的话,如果说对于使徒有了解啊,这个玩家啊,算是,只要他打就在,都不是前三,我感觉他只要他打就在前二,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啊,调酒飞银加野人加机械师,这飞银加好像是狼队的选手,这边的话,猫,呃,晕住,再打野刀,那可以杀猪啊,诶,这野人现在这一刀必吃啊, 一波跳,漂亮,哇塞,这一波猫玩的,下一只猫送你上路啊,圈里面怎么救人,救下来怎么溜,上来杀猪,晕住,但是,这个猫的晕眩是没有顶掉的,所以说这里野人该吃刀,他还得吃,呃,甚至这边,要不要顺便把这个娃也找机会,他交个异形把这娃抬了,我觉得都可以,挂地压, 他是没必要的,这个局就是,你挂地压师那不是摆明让人家卖吗,外面还跟娃再修的啊,大哥啊,我不是质疑S1使徒的思路啊,但是我确实这波,我需要他好好给我上一课,有一说一,这一波,这个选择,哎,我觉得,求生者可以卖掉宝品,你挂在外面,往外打呀,手里有个移形,来回出去,冲击啊, 你得逼迫求者救人啊,使徒是一个相对,在这个节点比较被动的角色,你,你,你挂进地压师,你就在这边站岗,求生者但凡过来给你一个耳鸣,你就只能在这边站岗,是不是个道理嘛,对不对,所以说管外挂呀,他们来救,搞得好像能救下来一样,呃, 机械师的娃,这边放只猫,应该是交个沉默,沉默掉,再回来,调酒师这边来救人,低压师,猫刚刚交掉,这边的话有个8秒钟CD,落地刀,压一手飞轮,呃,但是没有猫,但是没有猫,这边的话野人能救下来吗,漂亮,这波救人觉得不错啊,这一波,呃,从结果上来看,野人,但野人好像啊,这边该岛还得岛,调酒师这边喝口酒, 完了呀,这节奏不是特别的好,这节奏不是特别的好,这边是沉默到了野人,但野人这边能不能翻窗,能不能,不能,人挂飞,调酒师这边状态不满,来算一下啊,外面的话,密码机总量一个人挂飞,修了三台,机子呢,其实还是落后的,但是使徒这边有一个什么点呢,就是,他的遗心没有,但是啊,调酒师这边不知道,哎,好像是找到了,他没有选择往墓地里面, 去抓,而是往外,往外的话,这飞加,呃,浇玄庭,开大喷,漂亮,这波打完,你说求生者这边有没有机会保平,我真觉得有,真有,这外面有,主要有个机械师的娃在修,就当时他如果说能把机械师的娃打掉的话,我觉得这个局面要舒服很多, 他就没有,就求生者就没有太多的机会把这个机子修完,现在的话,等于说这里,机械师如果倒,飞龙还扭一刀,如果倒了,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调酒师的机子能不能修掉,因为机械师娃娃的机子感觉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,那这里机械师拉开,你如果说去追机械师,调酒师这边机子压好,外面救人三人开门站, 对吧,这把呢,有一点就是,穷者边救人也救下来了,野人也上猪了,又多拖了一会儿时间,以至于现在穷者三人开门站,我觉得有,当然从结果上来看呢,这个局使徒的多抓面,他中间一波消耗以后,多抓面应该是大于穷者保平面,但穷者保平面有,在三成左右吧,三成到四成的样子,这里是飞龙过来偷机子,被打了一刀,机械师外面重新起一台, 呃,飞加这里,还有一波喷射背包,好像撑不住了,撑不住了,这波跳是要吃刀倒地的,机械师外面修呢,稍微有点慢,使徒这边把人挂上以后,可以干嘛呢,可以过去移行,他其实看到这边的密码机是可以过去移行的, 调酒师这边,蹲了这么个位置,哎,你别说这位置蹲挺好啊,哎,这位置蹲挺挺好呀,你会往这地压室里面去找吗,不太会吧,好了,有个耳鸣在,那边在修机子,这只能做防守了,只能做防守了,当然调酒师这边,人能不能救下来,不知道,哎,这里是,怎么说,这只猫, 哦,哎,我们给他调酒师,这边调酒师来了,飞轮往前顶,吃一刀,喝酒,92的机子这边切船,打你个救不下来,但是我这里密码,这个密码机点亮是什么情况呀, 哎,这一波,呃,调酒师强冲,吃刀密码机点亮也行呀,这这这这一波有点没看懂啊,有点没看懂,当然从整个流程上面来看呢,我觉得使徒就一个点吧,他那波地下室感觉挂的有点亏,所以说给到了穷者一波三人开门战的机会,但毕竟S1使徒,对吧,开局给大家讲,就这大战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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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战� 大哥只要他打,不是S1就是S2,我都没见过他S3,就看机械师这里了,绕过来,救下来也没有太大用啊,耳迷马上要出了,好,这边出耳迷,耳迷消,娃娃的话这里门是点开了,能不能走不知道,有个地窖,有个地窖,机械师有飞轮,人是不太可能救的,这个救人, 意义没有太高,跳个地窖是可以的,跳个地窖可以,在这边看到地窖,眼睛里面看的全是地窖,看了一眼队友,在隔着战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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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